哈喽 同学 欢迎收看ASEP凯页数学 分配率啊 其实在 在每一个 四者运算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你如果知道 你会觉得这个题目会变得好算很多很多很多 因为你现在可能才四年级嘛 或者你现在其实才五年级一开始 所以你对这个不太了解 没关系 老师先讲一个概念 如果今天啊 跟一个同学 好 比如说我是凯 那另外一个同学叫做小帅 凯庚帅 好不好 那我今天呢 去水果店买苹果 那假设我买了89个苹果 那阿帅呢 他买了跟我一模一样的苹果 一模一样的苹果 他买了11个苹果 那我的一个苹果呢 假设叫做37块钱 好 我们买的苹果每一个东西都叫做37元 所以我这时候会怎么做 我会拿去给老板结账 因为我就跟凯庚 我就跟阿帅说 哎 我们两个一起结账好了 好不好 我们两个一起结账 然后这次我付钱 所以我就会把他的苹果也拿过来 所以 呃 好 等一下哦 因为有些老师 这个其实是37乘89会比较准确好不好 所以老师把它改过来 这是37元 那这个都是37元 那乘上89个 再加上37元乘上11个 好 这样子讲比较不会有问题 因为钱数再放在前面 我再重复一遍 我买89个苹果 那阿帅买了11个苹果 所以我说我们一起结账就好了 那这时候老板一定会怎么算 他一定会算 好 那你们两个的苹果总共加起来是89个 再加11个 是不是总共100个苹果 好 来 100个苹果乘上几元 37元 所以答案就会叫做37乘上100 所以就会得到3700元 对不对 所以换句话说 未来如果有两组 这里如果有两组 那这两组都有同样的 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叫做小苹果 所以你看37 89个苹果再加11个苹果 那是不是叫做100个苹果 那一个苹果37块嘛 所以答案就是3700 好 如果你知道这个分配率的概念了之后 老师帮你转成生活中了嘛 如果你知道这样子生活中的概念 我们来看第一题 我一定会问你第一题说 这里有几组 好 那你这时候就跟我说 老师有几组 有两组 那两组是都有什么 都有事实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那个小苹果先提出来 先把乘以事实提出来 其他的放里面 里面放什么 321 减21个苹果 OK 321个 减掉21个 所以你的答案就会等于 300乘上40 所以答案就叫做 12000 所以第一题一样 都用心算的 你就可以得到答案是12000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题 第一个一样的问法 有几组 好 你们会跟我说 老师有几组 这里有一组 两组 三组 而这三组呢 都有什么 298 所以都有298 我就把那个小苹果提出来 298 其他的放里面 好 第一个叫做298个苹果 更正 对不起 90个啊 大头了 90个苹果 然后扣掉几个 这里是减 那就是减 扣掉30个 然后再加上几个呢 40个 所以最后就会等于100个 乘上298 19 100 乘以298 所以答案就叫做 298 OK 好 记得 老师的方向 对象 对象 讲的是给四年级听得懂的 你五年级上学期也听得懂 那如果你今天是五下了 这种题目你不用听 你一定要会了